1 2 3 Cheers 你又吃好不好? 我現在身在德國 我想和大家煮兩個當地的食物 就是這個薯仔沙律和慕尼克的白腸 這個Recipe就是我們媽媽祖傳下來的 就是媽媽和泰瑪都是這樣做的 這個薯仔沙律也是德國西南邊獨特的味道 這個特別之處是用Vinegar 它也很講究會用一些偏甜的醋 德國這麼大 其實不同的地方都會有他們的Recipe 其他德國的地區可能會加一些Cream 或者加一些Bacon 這個薯仔沙律我自己很喜歡它的味道 其實是很清新做一個伴菜 而且你會越吃越想吃 不會覺得我吃完腸製再吃薯仔會覺得好 薯仔沙律的材料就有這些 當然有薯仔 乾蔥 雞湯 這隻在香港都會買得到 芥辣 是大甜味的芥辣 這支是Rasberry Vinegar 如果在香港買不到 你可以買這些蘋果醋 發蔥 這包就是Vice Fashion 莫尼克白腸 腸仔一包又有什麼特別呢 它是不可以煎 不可以明火去煮 那究竟是怎樣煮呢 我們現在煮熱了些水 是浸熟的 就不需要去煮的 薯仔我們就連皮下去煮了 那就煮25分鐘 煮裡面我就有300ml的水 我就加入這個雞湯 乾蔥 Rasberry Vinegar Mustard 鹽和pepper做調味 鹽和pepper做調味 最後再加一些生的乾蔥 讓它的味道辣一點 薯仔要趁它還嫩嫩的時候 就要剔皮了 如果等到太冷的時候 剔皮就會很難去做 那為什麼用刀不用刨呢 就是因為 可以直接把薯仔 這樣切小粒 這樣就最方便最快 還有我們待會 都要趁著薯仔 還有熱的時候 我們就要把醬汁混合 我的薯仔都切到有厚有薄 就是想它吃的時候有不同的口感 這個也是隨你自己個人喜好的 再加上最後一半 趁它溫暖的時候 做是因為薯仔可以吸收一點 味道 快一點 入味一點 現在這樣攪拌一下 你就看到它的醬汁 就開始被薯仔吸收了 現在可以再調味 例如你可以加多一點鹽和啤酒 這些薯仔切好之後 就不要馬上放進去 我們在淋食之前才放上去 最好就是放在這裡 兩個小時 等它的味道滲透 才吃 效果就是最好的 那些薯仔 那些薯仔已經浸熱了 就準備好了 這種薯仔吃的時候 我們要去皮 那這個是他們的 當地的食法 另外他們會點這種 叫Sanf的 Mustard 那是一種帶甜味的芥辣 那或者你喜歡趁茄汁吃 都可以的 如果你也喜歡這段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